说起21世纪头10年的洛杉矶湖人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到2004年间OK组合,完成三联冠大业赛分道扬镳,2005年到2007年间科比单和带队数据爆炸,然而球队战绩不佳,2008年到2010年间,湖人为科比找到帮手,且连续三年闯进总决赛两次夺冠,可以说,湖人这10年,大起大落也使参变各种滋味, 尤其是在从球队送走奥米尔到营莱加索尔这期间的三年空航期,湖人队的战绩实在有些惨不忍睹,04-05赛季仅仅取得30次胜无远级后赛,5月6日与06-07赛季尽管都以西部第七的身份跌跌撞撞进入了今后赛,大连续两年碰到那时领衔的太阳队,两次都是首楼出局,这三年对于科比来说也分得上是最巅峰的三年,没有能够站出来分担压力的队友, 科比彻底示范了自己的得分颠覆,他连续两年当选联盟得分王,其中2005-06赛季的场均35.4分,更是近1986-87赛季,乔丹37.1分后的新高,科比的表现有路共睹,但球队的战绩却依旧让球迷高兴不起来, 也正是那个时期,出现一大批科黑讽刺科比,只会刷三就无法带队取胜,平心而论,篮球比赛是五个人的,科比那几年身边的队友究竟是什么水平呢? 拉玛尔奥多姆,奥多姆恐怕三得上是那时科比身边最强的队友了,之前在热博队打出名堂的奥多姆,2004-05赛季来到胡人,稳坐胡人队首发的位置, 而他也是当时胡人队中除科比外最可靠的进攻选择,拥有一手稳健的中投以及不错的组织策用能力, 职业生涯场均13.3分8.4篮板,在科比单和带队期间,场均能够交出15分10板左右的数据,除了科比之外,奥多姆也是胡人最大牌的球员, 卢克沃顿,现任胡人队的主教练卢克沃顿也算得上胡人本土出品的代表之一, 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八年都是在胡人队中度过,小沃顿显然并没有完全继承他父亲比尔沃顿的篮球天赋, 虽然篮球智商颇高,组织测语能力不错,但平庸的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使得他只能成为一名相对合格的篮领球员, 职业生涯仅有4.7分2.8篮板2.3助攻的数据进账,不过在2006-07赛季, 二克倒是打出了生涯巅峰,场均交出了11.4跟5.0篮板4.3助攻的数据, 大概从这里你也能感受到,当时胡人确实无人可用,克里斯尼姆,尼姆也很难称得上, 是传统意义上的优秀内线,尽管他有着还算不错的低位技术与中投, 但天赋不高也决定了他的上限,在科比丹和代队期间尼姆得到了不少的机会, 他的表现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事实上他在场上很卖力, 也很少办什么错误,往往会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但也很难指望尼姆为球队带来。